大家好 今天是4月2日 星期二是4月份第一个旧月天 股市的表现有一个既常的突破 而且是略大惊喜 先看看指数 恒指早市先是大幅高开270点 去到16811点 在这一刻指数已经再度回到10、20 及100天线流上 其后在买盘逐步逐步涌现之下 指数曾经升到1707点 相对上周四收市来说 这一分钟是急升了466点 可能步伐比较急 所以之后的时间 指数一直拉锯在16980点左右的水平 最后收到16931点 是升了399点 成交金额是暢黄的 1441亿 先看看技术上的形态 由于指数高开之后 一直站在10、20和100天线流上 即技术上、形态上 又再进入一个肖肉市顶的架高 现在所说的顶 暂时来说就是3月13日的高位 17214点 这个阻力位比较关键 因为整个反弹市最高的指数就是17214 如果恒指稍后能够突破阻力位 即是代表 由1月22日的低位14794点 开始的中期反弹 但不但仍然是延续 而且是会再进一步向上尋找 这个反弹的一个新高 目标我想应该是第一站 看上17428点 即是代表 如果经过了7906点的中期大跌之后 股市进入了新一轮的中期反弹 而累积的反弹目标 暂时来说就是可以回升 7906点这个跌幅的三分之一 如果突破这一点的话 再向上网一定是250天线 现在大概是17957点左右的水平 股市在第一个交易天出现一个急升 即是意味着 暂时好仓大户是首执的主控权 不过当然知道 如果在今个月上旬的时间 升势如果过急或过速的话 去到月中阻禁 是必一定有反复的了 所以大市暂时突破了 碰到17000左右的水平 进入一个高台的整固 其实都不是一件坏事 至于4月份的形态 到底是先低还是先高 大家要先看一看 以今日最低的指数 暂时来说是16811点 而最高的指数是17007点 即是在未来这几个交易天 如果指数能够突破17007 是必一定是初情一个先低后高的形态 如果出现这个形态的话 是有利的大市 是进一步向上挑战17428 以及250天线 一晚7957 都不知道 后续的成交金额很关键 如果一直保持暢旺的话 我相信这个所谓 技术上的中期反弹仍然可以延续 不过要计算时间 1月20日到现在已经第10个星期 到底这个所谓的中期反弹 可以延续12、13还是14个星期 暂时来说就很难去下判断 但一般一个中期反弹 如果是次热的时间 12到14 甚至乎14到16个星期 我们都见过 以现在第10个星期来说 暂时仍有道理向上寻高位 不过再在现在这个水平 作任何短线的部署 最好就拿回技术上的指示位 因为始终来说 16,500点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 一旦有失 代表12、10和100天线又再失手 所以任何的操作都好 首先放下指示位 16,500点细住 清停点水跟随 其实问题暂时来说不大 大家好 今天是4月2号 星期二是四月份第一个交易店 股市表现的确是不错 而且恒生指数也曾经一度清新的 升破17,000点 等一下再做一个分析 我们先看看今天早上的情况 恒生指数早点高开270点到16,811点 在高开270点节分钟 指数已经再回升到120跟10天线以上了 好了 之后买牌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指数再进一步上升到1707点才停步 相对上个星期五收息来说 结分钟指数是上升了466点 可能是上升的幅度也比较明显 而且部分也比较快 所以大部分时间指数都是整顾在16,900点左右 进行一个消化 还好直到这分钟为止 暂时来说指数虽然说在高台有一点点的反复 可是还是稳守在10、20跟100天线以上 这个很重要 我曾经说过股市要是希望在进一步往下挑战 三月份的高位17,214点的话 第一个条件 恒指一定要稳守在10、20跟100天线以上 这个是最基本的了 然后再看动力方面能不能够配合 大家也知道 在17,000左右水平 股市要是在进一步往下推的 一定有足够的资金去推动的 现在看起来成交方面还算是不错 而且主要南筹方面也开始有一点点开始回轮 可是暂时来说并不是太明显 所以指数的确是有一个特破 可是暂时来说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往下推 十月份的股市今天才不过是第一个交易天 暂时很难说这个是先低还是先高 当然主要指数再往后几个交易天 不会跌圈16,811点的话 我想股市会稍微出现一个先低而后高 最重要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够深破17,214点 这个是三月份的高位 也是整个反弹式暂时的高位 要是能够深破17,214点的话 就代表从今年1月22日 第一位14,794点开启的中期的反弹 还是在进一步往上寻找高位之中 这个很关键很关键 因为整个反弹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十个星期 能不能够不断的延述下去 很大程度上还要看看 有没有足够的动力做进一步的推进的 股份方面暂时来说 要是我们看到的像陈信 可能还是比较稳定 最低相对是抓着三八块钱高台的 可是八八还是比较繁复而带圆 那个友邦就是已经有一点稳定下来 可是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指数的确是有一个技术上的突破 可是暂时感觉到好像是 还是有一点欠了一点动力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 反正在17,000点左右的水平 进行一个布局的话 第一个事情要做的就是 先定下一个止损的位置 因为在高台最下去 一旦股市有一点反复的风险 其实可能会亏损得比较明显 这个大家要留意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小铃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石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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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